陈总你好 这是上海诺迦贝尔的展台 这是什么 这是上海诺迦贝尔今年推出的重量级产品 智慧城市魔方 它解决我们未来5G以及物联网和我们智慧城市应用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它通过主体模块化的方式 以及应用部分定制化的方式来达成我们这个需求 那我们看到它有三大部分组成 最上层是满足我们的基础应用 也就是我们的无线的设备的安装 比如我们的RU 比如我们的天线 比如我们的小站和我们物联网的相关一些网关等设备 那下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智慧城市相关的民用级的扩展单元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是一个指纹识别的手机充电系统 那这边呢有一个时钟 那边是一个停车缴费的系统 那它是一个完全定制化的选择 我可以根据我不同的应用场景 然后去定制化不同的智慧城市应用 比如我可以放共享单车 它的取放 比如我可以做共享汽车的充电 等等这些民用级的应用 那在中间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广告投放区 它可以放我们的这个液晶显示屏 可以放广告部去投放我们的广告 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啊等等一起去合作 投放一些政府城市的应用消息 比如说哪堵车了 哪有交通事故 今天有雷雨等等气象告警的一些场景 上面每一个三角的位置实际上都可以放一些传感器 比如我们的监控摄像头 比如我们的环境监控 气象监控等等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整套的智慧城市模方 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孙总您好 是这样 比如我们要修一个大型的商业广场 那商业广场呢 这个地方是人员的密集区 也同样也是休息区 那这个时候我们原有安放座椅休息的位置 实际上我们可以安装智慧城市模方 我可以装两个三个四个 每一个智慧城市模方 我都可以去供人休息 同时我可以去装无线设备 以及物联网设备去满足覆盖 下面呢 我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共享充电呀 等等这些应用 那这个时候呢 中间的广告 我可以放 比如说我们广场的一些优惠信息 放我们的一些指引牌等等 可以说整套的这个方案呢 实际上是意大利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我们通过这个方案 解决我们未来5G 和我们的物联网 与我智慧城市相融合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 以上是来自上海展会的报道 我的元年 我要好看 我爱诺基亚贝尔 我们下期见 请你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这个回事